怪物物理抗性降低 電磁抗性提高 真的不痛了 我們的神槍沒了 糟糕 真的要練其他武器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玩的是手遊遺落海域 今天來分享這個遊戲 終於開放了等級50集 在6月20號開啟了50集之路 這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程表的話挑戰副本這邊按前往 有增加了兩個新的關卡 一個是每日的普通任務 長明警署 獎勵的部分跟前面的 比較起來的話是有比較好一點 然後他今天的戰力是12001的戰力 開始配對 體驗一下長明警署 警察局 這個是日本的警車 為什麼他們在上面 我要怎麼上去 這邊有個樓梯 他拿個大槌子 好像很兇喔 他以為拿一根槌子就是雷神索爾 啊 殊不知 還是要乖乖倒滴 噴超多裝備 讚啊 來了來了大隻來了 我決定繞到後面偷襲他了 讓隊友誘敵 然後呢我來後面一個不講武德 你們這樣子打就對了 然後我從後面 哇 等一下我被流砲轟到 他的流砲怎麼轟到我了 過關了 這個任務好像有點短 還是因為我剛剛配進來的時候 其他玩家已經開始了 然後另外一個任務的話是 每週隨機坦培拉深海試驗場 這個任務的部分呢 他可以拿到碎片 不知道難易度怎麼樣 經濟人數3到4人啊 他的經濟占8400 他最有寫到 今日隨機效果是突擊方 我方命中目標造成冰爆炸 造成100%的冰凍傷害 所以他推薦你拿冰屬性的武器啊 雷暴怪物物理抗性降低 電磁抗性提高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各位拿電話呢 跟拿害閃的朋友們 請注意囉 你們拿這檔把武器打那個怪物呢 他比較不痛 就是告訴你們 換武器吧 這個意思 大概上次這個意思吧 我先試一下 用這個電磁傷害會多低啊 因為裡面也可以換武器嘛 好我們來測測看吧 哇 真的不痛啊 我們的神槍沒了 糟糕 真的要練其他武器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打不死敵人了 駭閃可以啦 駭閃還有點輸出啊 可是電話打起來傷害會很低 平常秒殺 現在沒有辦法秒殺了 還是會有傷害啦 只是傷害沒有辦法像 可能原本那麼漂亮吧 他這關卡會有兩隻王 平常可以秒殺這隻怪 現在秒殺不了了 我試一下變身好了 喔 掉一個附件紫色的 我先切五下好了 這把冰屬性 冰屬性來囉 來看他傷害會不會比較高 這把是完全沒升 加100% 可是這個感覺還好啊 我看起來還是我的駭閃傷害比較高 可以啊 打這隻還可以打到3萬多 拿到個碎片了 獎勵很多 吃行龍蟹 護盾硬金出來了 這副本長度一樣啊 這次一樣兩隻網 只是難易度稍微變了 有屬性相剋的部分啊 每週一 6點更新一次 打贏後就可以拿到下面的獎勵 分享一下 這遊戲新的液晶啊 液晶的部分點下去以後 你會看到這個介面 這次50級開放才有的 50級之前是看不到 這個介面的 然後液晶的話怎麼拿到呢 我們可以點下去 液晶的部分拿到的方式 就是在我們的副本裡面 每週的這兩個任務都可以拿到液晶啦 液晶的話是隨機掉 最高可以掉到藍色液晶 綠色液晶 然後顏色是分液晶的等級 在每週副本的話 挑戰任務這邊也有 原本是沒有的 然後現在有掉液晶了 液晶應該是在50級開放掉落啦 然後液晶點下去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的話 你就是武器可以裝液晶 然後每5級的話呢 50、55跟60級 各會解鎖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可以裝一顆液晶 然後液晶的部分呢 對照的就是紫色、藍色跟黃色 所以紫色的話呢 總共有4把武器 都可以裝紫色的液晶 然後藍色的話呢 就是防禦類的 就是我們的 像這個上半身的腰帶跟腳的 都是裝藍色的 再來下半身的話呢 是裝黃色的3個 所以這邊液晶總共的種類呢 就是有3種液晶 然後它分別是裝 武器、防裝跟腳的防裝 是分開來的 然後我們點液晶背包 可以看到你拿到的液晶啦 液晶要如何合成呢 點右下角點下去 點下去後呢 你會看到是這個介面 然後它的話 可以從等級2升到等級10啊 所以說液晶的部分 它有合成的機率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 等級越低的機率越高 合成起來機率越高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用 這邊去區分 比如說我現在用火力液晶好了 紫色的 剛有提到紫色是拿來升武器的 然後你可以放3個進去 會發現它會100%成功率 目前我看是等級低的話 成功率越高 所以後面如果等級比較高的液晶的話 可能成功率可能會稍微降低 所以後面再實測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裝的是 兩個這個火力液晶 然後你再選一個 其他的像特意液晶好了 那它會出現兩個屬性 就是有可能會開到這個 或開到這個 所以如果你沒有100%開到你要的那個屬性的話 你就裝3顆一樣了 所以不用急著升級 拿到3顆一樣以後再一次升 是100%會拿到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能 你今天比如說你想要拿特意液晶 可是你只有2顆 火力液晶跟1顆特意液晶 然後你這樣組得起來 那這種獎勵最高是火力液晶 那可能開出來後 你的特意液晶就會被吃掉 就變成拿這個屬性了 然後屬性的話 目前有分特意液晶是增加強度 特性強度、戰力 這邊還有其他的 像火力液晶就是增加火力跟戰力 精英液晶的話 是目前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打精英怪物的話傷害有增加0.4% 然後這個應該會比較難取得到 因為像我們現在打一些王的話 小王都算是精英怪 就紫色的血條應該是比較偏精英怪 這樣的話 你要輸出比較高就可以裝這個金石 所以我現在目前在累積精英液晶 然後再來是有獵殺液晶 獵殺液晶也不錯 因為他是打普通怪物 這遊戲如果你是要打怪不打PVP的話 你就以這個液晶 精英液晶跟獵殺液晶的普通怪為主 打普通怪跟打精英就對了 然後生命之間的話 這個剛剛講到的是防裝 他增加生命值的 好以此類推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升級呢 升級的話就看你喜歡哪一顆 哪一顆你可以把它升起來 像我這邊先選一個火力金 剛剛講到三個一樣的話 100%會中那個屬性 我先測給大家看一下 180成功率 然後每一次升級要消耗1萬的銀幣 稍微我覺得有點貴 所以建議大家慢慢升 不要一直把它升完 不然你的主武器就沒有辦法升級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合成 好合成的話100%會拿到等級2的火力液晶 等級2以後呢 要升等級3就是點到這一格 左邊那個點下去 這邊就會出現等級2的液晶 然後液晶就是一直慢慢往上升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合成失敗的話 他就爆掉了 爆掉後就沒了 這邊目前是100% 看起來是三顆一樣的會比較好 然後如果你是用三顆都不一樣 他出的機率就不一定會出哪一顆液晶了 再來如何裝備呢 當你液晶升好後呢 去選擇你要的 然後點下去 選一個液晶 香上去就可以了 就會增加這個屬性 好啦 分享完畢 這就是液晶的部分 跟大家講一個 需要花很多時間的事情 裝備庫 之前累積的配件了 終於可以裝上去了 超前部署 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 先裝 要先升到50級才行 所以我們可以先升的先升啦 過渡期的狀動下 你們一定會缺銀幣 然後缺材料 一點一滴 一步一腳印啦 大家慢慢升啦 能升就升啦 然後我還是建議大家 然後主武器練兩把就好了 我們先升級起來 全部先升到50 因為升到50後 我相信你們累積了一些 配件就可以裝了 全部記得去調整 50級的裝備 好啦 我們現在升完了 戰力現在是19470了 離開剛剛那個不吉祥的數字 現在要突破這些武器的話 按突破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材料什麼 材料藍色的 藍色的珊瑚藻 珊瑚藻在哪裡呢 很簡單點獲取途徑 然後點產蘇區域 在我們比較新的區塊叫做 風雷山燈塔這附近 就在這裡啦 這個地方就全部都有了 所以如果你們不知道 資源在哪都用這招 這招最快的 再來我們要做採集槍 探頭三級啊 終於可以製作了 因為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多做一些 快速旅行 我們就下去游泳了 Let's go 這個藍色的水草超多的 採起來 這個新的礦石也用的到 算是三級的礦石跟三級的水草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突破我們的武器了 先升五門駭傘 這邊的話需要40個 快速製造 好 再來缺這個紫色的玩意 叫四階突破部件 商城這裡用海藍石購買 好 四階在這邊 四階的話一個20海藍石 我們要兩個 然後它這個東西在哪裡拿得到呢 然後找到這個物件 獲取途徑 挑戰部分才會有 挑戰部分就是一個長明金數 每天打就會有了 所以你不趕時間的話 你可以等拿到多一點再慢慢突破就好了 突破 直接再加70的戰力 然後武器可以升到60級 今天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喜歡 追訂閱我帶來 同時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 這遊戲功率跟情報 以及訂閱Youtube 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個頻道 最後是喜歡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客人拿鐵會找我了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再按下 called 任務主題 給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